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艺兴正在走一条探索音乐世界的路 而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脚印 以前都是看电视喜欢的都是影视明星 知道张艺兴这个人 但是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向往的生活开始去了解他 最开始就是听的莲MV太震撼 哥这么说吧刚开始没有觉得特别好听 因为以前都是听抒情慢歌 那天看MV看了一下午 哥也越听越好听 就买了莲的专辑 然后开始了去了解他 看各种舞台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各种考古 说简单点就是一句话 始于颜值 限于舞台 终于人品 唱作人饭局上 大家给张艺兴的建议和男人帮哥哥们 给张艺兴的建议是不一样的 唱作人饭局给的建议是体验普通人的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体验放松的快乐 这点针对的是他的音乐 因为就目前而言 张艺兴不可能写出正军低空飞行这样的音乐 他自己说他的音乐利益没有多高 因为没有吃过难以启齿的苦的人 是没有办法写出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的 但是音乐真的需要生活吗 我们以小说来举例 活着和哈利 波特 迥然不同的风格 各有各的受众 前者是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绝望人生 后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后者需要经历作者魔法学院的生活吗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生活的 的确有着自己的生活 他给我的感觉是正在走一条探索音乐世界的路 而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脚印 他的歌可能专业人士更明白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好听 和别的歌不一样 但真正打动我 让我一起共情的很少 只有外婆Joker让我一下子就沉迷进去了 其他的音乐则需要听个三五遍之后才行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他的歌不好 相反我很喜欢他的歌 我觉得他的歌很不一样 还是希望他可以多休息 享受生活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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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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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